蠻酷的 所以妳也是從就是這一年才開始去想說 好那妳的規劃要從線上課程再到書這一段這樣 其實我一直都還蠻想出書的 我覺得從小喜歡寫作 就醞釀了我有一天蠻想要當作家的這樣的感覺 對啊我也超想出書的耶 喔妳一定可以啦 我寫了好幾萬次 但它現在就在我的電腦裡面 在我的Evernote 可是我寫書我真的有一種感覺是 我那時候接到寫書的邀約 我就覺得OK沒問題我平常都在寫 我每天都在寫可以的 可是我就發現妳寫一篇網路文章三千字 這件事情很享受不開心 妳寫一本書十萬字 真的喔我跟你說 對我就是寫了一堆 對然後某出版社就打槍我 等某一些內容 然後我就自己自尊心受損 就暫也不敢寫超痛苦 我懂我懂的 請問妳遇到她的工作本身是無法遠距的人 妳該怎麼辦 比如說她就是一個設備工程師 或是她是 就是要現場操作內掛的人 妳會怎麼給他們解答妳 妳知道其實我一開始遠距工作 就是差不多五年前啊 我會收到很多人的問題是 我就不是設計師 我就不是工程師啊 我就找不到遠距工作那怎麼辦 那五年前其實對於像這樣子的問題 我還真的不知道怎麼樣回答 就是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無解之題 因為它是科技上的限制嘛 不是說這個人不努力 是科技 現在的當代的科技沒有辦法突破 但是呢 自從有COVID之後 美國這裡因為的 瞬間全部突破 對因為疫情受到了很多影響 我在這邊真的有看到很多 我覺得很扯的案例 例如說 法官 開法庭 可以任進行 這件事情妳可能會覺得 怎麼可以 不就是要這麼正式的 對 上法院打官司的事情 可以線上進行 我自己遇過 呃 會計師 我私底下有朋友 他是會計師 你一般人會想說 啊會計師不就是會有公司的一些機密文件 這怎麼處理 這怎麼辦 對 他跟我 他跟我分享說 他們公司有配 VPN 一人一台 然後 你用私人網域 因為你會處理到一些客戶的 就是那種機密的東西 還有一些國稅局的東西 所以他們會有一個特別的VPN 讓你在家裡可以工作 然後 那間公司就是配的 呃 這個叫什麼 他們不是用zoom 他們是用另外一個 有點像zoom的開會軟體 也是公司自己的 就是不是對外 不是那種open resource 我甚至遇過保姆 是我線上的帶小孩 然後我就說 這個保姆怎麼線上帶小孩 他就說因為呢 現在的爸爸媽媽都在家 但是小朋友不能 學校沒開 小朋友也在家 所以 他們會有的方式是 跟爸媽協調好 說爸媽你幾點到幾點 要工作 就是要開會 然後呢 那個保姆就 從那個時間開始 把電腦開起來 然後把小朋友放在 這個電腦前面 然後保姆跟小朋友一起玩 所以保姆可能會就是 唱歌或者是念書 然後寶寶就是 跟著電腦前的保姆一起互動 然後媽媽在旁邊就是 做她的電腦上的工作 我甚至遇過 就是很多很奇怪 像是什麼DJ 我還有買過 Zoom的門票 去看線上的戲劇 就是你會想說 戲劇不就是 現場演出嗎 可是我真的買過票 然後那個票買下去 他們就給你Zoom的 password 給你Zoom密碼 你可以進到那個 Zoom的直播間 然後看線上的即興表演 就是他們真的會做一場秀 然後我在美國還有一個 蠻有趣的例子 就是我之前有去看房子 就連房仲也跟我們 就是遠距離 我們說有有有 然後說這個開關呢 其實它有trick 你就是要打開的話 要這樣打開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好神奇喔 這些東西 當然台灣可能還沒有 做到這樣的地步 因為台灣防疫做得太好了 所以沒有這樣的案例 可是我就覺得說 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話 其實蠻多人 也不能說是狗急跳牆啦 但是美國就必須要這麼做 即時應變 對 可是我確實也看到 更產業的多元性 因為我看了你的網站 你有個新的網站 對不對 就是針對你自己的那個 理想學院 那這個理想學院 你希望怎麼樣的課群 可以來得到你的這個服務 理想學院其實就交兩門課 一門就是設計思考 然後另外一門呢 教個人品牌 怎麼樣的人適合 什麼樣的課 我覺得你先看 你現在在哪個階段 如果你現在的階段是 真的對人生很迷惘 不太確定自己想要什麼 或者是覺得說 對自己現在的生活不滿意 可是想要知道 有沒有那種 比較具體的方法論 而不是就是 那你就嘗試啊 那你就堅持下去 就是有的時候這些話 說久了 你還是不知道 有沒有那種methodology 可以去套用 所以如果你是這個階段的人 你可以去上 設計師考課 但是如果說你現階段覺得說 欸我其實蠻知道 我自己生活要什麼 然後我對自媒體 跟做個人品牌感興趣 我甚至想要把這個東西 變成自己的第二副業 開始得到一些演講的機會啊 或者是分享我熱愛的議題 然後從中變現 那你可以去上個人品牌的課程 他就是從0到1 教你怎麼樣去建立品牌 怎麼樣定位 怎麼做內容 怎麼行銷 怎麼變現 如果有一件很 事情做的話會很棒 像我們現在女力學員 也在想這件事情 就是如何做一個data collection 就是看他現在一年 或是他買了你課程之前 填了一個問卷 買你的課程之後 可能三年或一年 填了另外一樣 同樣一個問卷 如果這個data collection 做出來的 questionnaire 是不一樣的 就代表他真的 因為你的課程長 嗯嗯嗯嗯 那就真的蠻拽的 這data全部加起來 很變態 對 所以你的課程 想到就很興奮 對 對 所以其實 我覺得還有很多地方 是可以合作的 所以這個位置 就非你莫說了 好喔 硬要這樣問 對啊 然後最後想要 我們會放上你的官網 然後也想要問 還有什麼特別你想要跟 就是你的粉絲們說的 好 因為你的粉絲真的很多欸 沒有 他們都不是光鮮亮麗在愛你 他們就私底下說 我有買他的課 你知道我真的超愛他 就這種系列的 對我發現他們 都還蠻愛愛內涵光的 對 對通常比較 比較知識型的東西 他們都是這樣默默 默默喜歡 喜歡你 好 然後最後一個消息 就是 我要回台灣 也沒有說很長時間 但是 你什麼時候回台灣 7月 我幾號已經賣了 對 確定不會延期 7月什麼時候 該不會是美國國慶日吧 7月1號 我會到台灣 但你要先隔離14天 然後 對 希望到時候不用隔離 但是我覺得不太可能 可是我可能會打疫苗 就來看看 好會不會願意 你可以不要讓我 倒一點 或者少一點 減免減免 然後我會待到10月底 所以到時候 我是真的還蠻想要辦很多活動 我想要就是很多演講 或者辦什麼野餐 到時候找你一起辦 我肯定 一起玩這些活動 對啊 太好 那我一定要私底下給你幾個日期 逼你一定要先空下來 沒問題 沒問題 對 你的粉絲在女力學院 看到你本人會瘋掉 哦 我錯過所有女力學院的活動 我真的超級傷心的 不會 你7到10月都來得及 很棒 對 如果那時候美國國慶日 如果7月4號你在的話 就超好的 對 就會很好玩 但是我其實也不太知道 到時候會怎麼樣 到底可不可以清楚 也對 好呀 非常感恩你 那我們今天的訪談 就在此結束了 然後那個 你知道歐伯的薪水 我們私底下談 好不玩了 好喔 他不想趕跟你 我要先把他結束 聽這一次 要跟他說拜拜 拜拜 拜拜